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611章 天作之和 有时候人不能太坏 要不就算做了好事 也会莫名其妙的成为别人的功劳 显然诸侯赵一直以来的形象真不是很好 方几番一脸真心诚意的将功劳 归根到诸侯赵身上 可太皇太后对此很不满意 他笑了笑说 什么叫不敢鞠躬啊 这是什么话 有功便是有功 太子算什么功劳 他若当真能生孩子 早做什么去了 可见此等事 断然不是勉强编刻的 方清家也不必谦虚了 此等大功非寻常可必 方清家真乃上天赐予我大名的副将啊 太皇太后独心倒许 对于天人感应之说 最是神心不义 此时这般一想越想越觉得理应如此 深深地看了方几番一眼 哀家有个主意 哀家有个主意 此功劳虽非开国成运 又非敬难 可对我大名更失败一些 对哀家而言乃是天大的功劳 方清家由此大功 而方家与我大名同修 他的祖先先随太祖刚皇帝开国 此后习太祖随文皇帝进难 也曾入安南为我大名开疆 其大父也随殷宗先皇帝遭土木堡之便 至于他的父亲 镇守西南亦是功不可没 方家世代 朝廷都予以了他们的富贵 他们也以赫赫功劳 报效我们诸家 说着 太皇太后看了洪志皇帝一眼 才又接着说 可到底如何封赏 哀家是个妇人 这本不该妇人可以管的 不过哀家在想 这大功劳 皇帝赐予他什么都不合适 不妨如此 就让他自己开口吧 他想要什么尽管说来 宫中无有不远 这句无有不远 分量很重啊 这意思是 只要方济帆不说这江山给我 基本上什么事情都可以商榷 只要在一定合理的范畴之内 一切都能好好办 方济帆听着 自是怦然心动 于是 他看着洪志皇帝 这事 还得洪志皇帝拿主意的 洪志皇帝沉默了片刻 随即说 啊 即使皇祖母如是说 二臣也就答应了 方济帆 你来说说看 你要什么赏赐 方济帆的心定了几分 二话不说 太子殿下 侍臣如同手足兄弟 这些年来 多蒙太子殿下照顾 臣办一点小事 都算得了什么呢 万万想不到 太皇太后圣死 陛下宽宏 竟认为这是天大的功劳 这本是臣的本分 臣怎么敢鞠躬呢 臣有话中听 朱后赵乐了 笑呵呵的样子 老方还是实在 他也知道 本宫视他为手足 不错不错 可洪氏皇帝的心里 却是咯噔了一下 这家伙 居然再三推辞 不像他的作坊啊 莫不是 他真有什么 连朕都未必能 竭力满足他的要求 所以他此时 才会如此谦虚的过分 只见方济帆继续说 那臣在想 朝廷赐予我们方家 也是过于丰厚了 再多 莫说是臣 便是臣妇 也不敢贸然答应啊 哄着皇帝 皱眉 而太皇太后 却觉得 方济帆这番话 甚是得体 大家都说 方济帆有脑脊 不像 这是一个多好的孩子呀 却被人如此污蔑 张皇后则若有所思 似乎看出了一点眉目 朱后赵 却更加乐了 忙不点点头 在里呀 哎呀 真是在里 就在此时 方济帆突然 眼圈又红 说 方济帆太皇太后 如此厚待于臣 臣瞬间 情感难以自意 臣自有师母 只有父亲将臣拉扯大 父亲虽对臣 甚是厚爱 可没有母亲关怀 臣 臣心里 总有那么一些 哎 这么一说 真是令人感觉惋惜啊 红之皇帝 自有也是母 此事也不禁感慨 这种感受 自己何尝没有呢 他暗暗摇头 心里为之惋惜 很有感触 太皇太后的眼圈 也有些红了 平时见方济帆 总是笑呵呵的 很是老实本分 自己这才是想起 原来 他是没有母亲的孩子 亏得他 如此坚强 张皇后此时 是大地明白什么了 格外的冷静 偷偷看了朱秀荣一眼 却见朱秀荣 也是一脸黯然 觉得方济帆可怜了 傻孩子呀 这方济帆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还真以为他在说自己是没娘的孩子 诉说自己的可怜吗 朱后照皱着眉 也为老方而感慨 老方真是可怜啊 本宫为何就没有想到 他背地里竟有这么多 令人怜悯之处呢 方济帆则继续说 自小到大 趁在家里 连个心疼的人都没有 虽是人人未尘 聚尘 却没有一人 给臣母般的观照 太皇太后露出怜悯之色 芒说 你这孩子为何不早说 方济帆说 就比如 臣长这么大了 家父出征在外 太子殿下都要生下七个孩子了 臣和太子一般的大 却至今孤单一人 连婚事家父竟都忘了 臣 臣真是 没念于此 想让自己是没娘的孩子 便忍不住 悲气惆怅 若是家母尚在人世 怎么忍心 只怕早就张罗着臣的婚事 为臣挑选良缘绝配 怕是儿子都已经有了 众人恍然大悟 哦 难怪到了伤心处 原来是还没有婚配啊 都说没娘的孩子都可怜 现在一看 果真如此啊 太皇太后 上前摸着方济帆的头 脸上多了几分慈爱之色 柔声说 你不必忧虑 你的婚事挨家来做主 挨家便做你的娘 你看中了哪一家姑娘 和哀家说 哀家给你做主了 便是天上的仙女 你若喜欢 哀家也给你请来 红之皇帝婉儿 这家伙 平时没心没肺的样子 竟为了娶妻而伤心伤非 还真是难以想象啊 不就是娶妻嘛 何至于此 看来定是那平息后 对自己儿子的事 不慎上心 真该敲打一下平息后才是 张皇后则陷入了沉思 似在犹豫 朱秀荣已是俏脸羞红 下意识地 捏手捏脚地离开了殿堂 躲入了尔室 朱后赵乐呵呵地说 是啊 你要多少 本宫也给你做出 十万八万 本宫不敢说 三五百本宫都可以给你张罗的 你我兄弟 本宫确实对不住你 本宫都生了七个了 这七个儿子 朱后赵咬得很重 朱后赵继续说 若你真要三五百 本宫不是春旭 就在此时 朱后赵嘟地打了个哆嗦 只见红智皇帝很不善地瞪了他一眼 朱后赵终于住了嘴了 方启帆听到三五百 顿时有些犹豫了 哎 好像很快乐的样子呀 可他终究还是抵住了诱惑 继续努力眨了眨眼 眼泪并哗啦啦落了下来 娘娘说出这些话 朱如臣的母亲在世一般 这世上 如娘娘这般关照臣的 除了太皇太后 臣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了 说着 二话不说 一把抱住太皇太后大腿 死都不肯撒手了 这一次算真受了刺激啊 太子这次都生七个了 自己还说啥 不能让孩子输在警口线上啊 谁年头 谁大腿最粗啊 当然是太皇太后啊 抱住了 媳妇就肯定有了 太皇太后听说她可怜 又听方济帆将自己比作母亲 便是再铁是心肠的人 心也早就化了 立了这么多功劳 还如此可怜 不为她做主那还是人吗 太皇太后任方济帆拿自己的裙摆 擦拭眼泪 慈合地摸着她的头 说 你放心便是 哀家给你做这个仲 你看上哪个姑娘 说便是了 不必有所顾虑 方济帆却怯怯地看着太皇太后 这臣不敢说 说了太子会打死陈 朱厚赵的笑容 秃得 僵在脸上了 这话 听着 有些耳熟啊 啥的意思啊 接着 她下意识地 看向朱秀荣的方向 就发现自己的妹子 一下子不见了踪影 嗡的一声 朱厚赵的脑子 就感觉又炸开了 太皇太后却怒了 她敢 她成你的恩惠 才有了子嗣 哀家就不信了 她会有这样大的胆子 她敢动你一分也好 哀家今日将话放在这里 哀家这孙儿就不要了 先打死她 再说 声音严厉 太子这是恩将仇报 这样的孙子 还要来做什么呀 洪志皇帝一脸诧异 总觉得这话 有点不对味 倒是张皇后 也有心理准备一半 淡淡地说 方亲家 你绕了十八个弯子了 有话且直说了吧 方济帆心中想吃了一颗定心丸 舒坦呢 便说 那臣说了 说 尽管说 大男人 为何这般遮遮掩掩呢 诸侯照感觉 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方济帆继续抱住太皇太后的大腿 不肯撒手 口里说 娘娘 臣失言相告 臣见了公主殿下之后 便腿脚都迈不动步了 日思夜想 思念成疾 臣自知 只痴心妄想 一直不敢吐露心事 今日娘娘对臣如此 臣这才兜胆 若是娘娘不准 臣无话可说 今日之事 断然不敢外传 以免坏了殿下的明解 可若是娘娘恩准 臣心中感激不尽 刚娘姐放心 公主殿下的八字和臣的八字 臣已早就使人测过了 这是天作之合 乃是金玉良缘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百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此今 赢预ulations 病人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